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小拇指纹路晚年运气好 日子过得舒心 小拇指为沉纹 这种人心地比较善良 待人诚恳 因此人缘很好 他们的晚年生活仍旧是过得很精彩 因此他们懂得享受 总是喜欢跟自己的爱人或者是自己的好友去旅行 因此他们的晚年过得既幸福又富有 小拇指有指纹 小拇指有一条或者两条指纹到达第一指节的人 我们称之为运约纹 有这种纹路的人是上帝的宠儿 因为他们赚钱本事超群 年纪轻轻就赚了不菲的财富 因此剩下的时光都是一边在享受 一边奋斗 生活过得很惬意 小拇指的指纹超过两条 也就是像礼中常说的侧纹 有这种纹路的人生来就是劳苦命 他们野心勃勃 总是不甘心落后于人 因此他们强烈的好胜心 逼迫着他们忙碌不堪 所以这种人很富有 也很忙碌 几乎没有时间享受 顺带一提 如果一个人的小拇指长而饱满 则说明这个人在为人处事方面 八面玲珑 长袖善舞 并且有着非凡的才能和赚钱的能力 小指头修长而饱满 为人可借东南西北风 赚钱稳当 财运广进 另外 其子女孝顺并且有出息 在中国传统橡树中 小拇指的五行为水 代表着子孙后代 同时也是人晚年运势的象征 在橡树之中 小指头的最佳形态为 饱满挺拔 长粗短细 均匀调打 这样的话 晚年生活安乐 子孙孝顺又出息 反之 晚年运势就会有一定的影响 小拇指长短的评判标准 是以无名指第一杰出的横文为标准 超过横文为长 没有超过为短 若是小拇指太过于短小 那么此人性格一定非常之内向 情感细腻而敏感 不能独立自主 只喜欢依赖他人 对环境缺乏必要的适应能力 小指越长越饱满 代表处世圆滑 有才华和财富能力 小指饱满又修长 八面来风稳赚钱 子女有成 身边赚 到老不知何忧愁 小指饱满挺松聚拢 子女多 或者子女将来有出息 首相五指之中 小指末 小指五行属水 代表子女晚辈等 也是晚年的象征 首相中小指最细饱满 调达 长短粗细均匀 小指饱满又修长 晚运安康子女闲 小指偏离又薄消 子女有成远离你 拇指的第二节中间 有椭圆形的闭合纹路 称之为龙眼门 此文与凤眼门 两者阴阳配合 此文路越圆越大 对运势越有好的帮扶 此文代表智慧超人 或者天生有某一技能 无论哪一个领域 都可以出人头地 或者掌内纹路配合得好 一生富贵有福 主富主贵 一般主贵居多 相书言 男儿断掌千斤两 女子断掌过防养之说 千斤两 则是指黄金万两千斤之说 财运广进 事业有成 腰缠万贯之相 男人有断掌者 财运好 男人左手断掌 掌兵符 男人右手断掌 掌财库 这种说法过于夸张 无非在运势上要强一些而已 如果不是因为生病 而天生的小拇指肥大 那么代表这个人的物质欲望 非常强烈 在女人来说 小拇指还代表女性的生育能力 如果女性的小拇指粗大 则说明这个女人很能生孩子 如果小拇指的指节有弯曲 上端的指节偏向于无名指 那么表示这个人 有牺牲奉献精神 很擅长照顾别人 但若是下面的指节有弯曲 则说明身体有慢性疾病 要十分注意身体的健康问题 如果小拇指和无名指靠得非常紧密 则代表其人不自信 缺乏勇气 做事情容易胆怯 不好意思 在行动上 如果没有别人的鼓励和支持 很难展开具体的行动 但是晚年有福气 子女的能力却非常之强 但是如果小拇指与无名指明显地分开 其性格则相反 讨厌别人的支配和约束 思想开放灵活 很有自信心 事实上 除了小拇指 其他部位的手指 也能看出你的人生运势哦 一起看一看吧 一 大拇指 大拇指是我们五指中最粗大的 大拇指形状长而坚挺的人代表着 年幼时的运势顺利 学业有成 也是比较追求精神上满足的一类人 而大拇指较短的人 则喜欢追求物质上的满足 大拇指第一节代表意志 第一节过长的人意志力很坚强 不怕失败 但处理事情常常缺乏理性的判断 反之 第一节过短的人意志力不坚 遇到挫折时容易屈服 大拇指第二节代表理性 第二节过长的人 智慧高 聪明过人 思路清晰 理解力强 冷静沉着 反之 第二节过短的人理解力较差 也比较不理性 当一个人伸出手掌时 大拇指与其余四指之间张开的角度越大 就代表着它个性越独立自主 积极负责 不喜欢被拘束 有创造力 喜欢自由发挥 反之 大拇指与其余四指之间张开的角度越小 代表越保守 越依赖 缺乏开创力 个性沉默 甚至带有神经质 二 食指 食指又称为人指 头指等 食指形状 端正修长 不歪斜的人 代表青年时期 运势顺利 身体健康 学业有成 事业顺利 兄弟姐妹相处融洽 或朋友对自己有帮助 对于感情也能认真负责 食指较长的人 对自己的成就抱有很大的希望 但爱指指点点 发号施令 食指较短的人 较懂得理解他人感受的 但自己却容易感到孤独 需要伴侣的保护 如果食指的长度比中指更长 这代表其人是有权利欲 而食指比无名指长的人 有管理能力 能驾驭部署 但不会继承副业 会白手起家 三 中指 中指位于手掌中央 又称长指 中指形状端章 绣长 不歪斜的人 代表中年时期 运势顺利 身体健康 事业发达 财运横通 此外 也代表心思细密 能坚持到底 但这种人比较自我 不易接受新事物 而中指形状 歪曲短小的人 代表中年时期运势 简质 健康不佳 有依赖性 容易建议思迁 不能坚持到底 做事也比较冲动 凡是喜欢 凭直接来判断 如果中指显示的 比其他手指特别突出 而粗的 这人是善于计算的 四 无名指 无名指又称 缓指 无名指形状端正修长 不歪斜的人 代表壮年时期 运势顺利 身体健康 事业融娼 家庭和乐 婚姻幸福 配偶条件好 无名指形状 歪曲短小的人 代表壮年时期 运势减质 健康不佳 婚姻欠和谐美满 无名指尖端 与中指一样长的人 主观意识强 信喜 投机 冒险 但缺乏耐性 无名指比食指长的人 缺乏管理能力 比较管不动部署 据说 判断命运有没有改变 首先是看股相 其次是看面相 看股相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技术门槛有点高 看面相 就成了很多学佛者 判断自己福报 是否有增长的好办法 就我个人来说 虽然不太注重 自己面相上的细微变化 但确实努力改过自新以来 耳垂的大小 形状都有变化 虽说耳垂有变化 并不能说 命运有多大的改变 但我却相信 在自己身上 耳垂变化的背后 就是福报的变化 因为我的改变 并不仅仅是 耳垂的大小而已 道家相术集大成者 陈传老祖 有篇传世之作 新相片 开篇第一句 心者貌之根 审心而善恶自见 行者心之表 观行而祸福可知 告诉了我们心地 是相貌的根本 也是福祸的根本 佛法中也说 一切福田不离方寸 从心而密 感无不通 所谓的方寸 就是我们的心地 很多次 我在反攻自省 在自己的心地 下功夫的时候 耳垂就会发热 而且会特别地疼 心改了 命运就改了 至于面向 骨相上的改变 是自然而然的事 我以前会认为 人命运的改变 靠的是每天抽点时间出来 修行 诵经 行善 但现在却坚信 人的命运 是在生活中随时随地 一点一滴的积累 而慢慢改变的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绝 想要改命 我们的舞台 不在寺院 不在佛堂 而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人可能觉得 这么说很抽象 那在我耳唇发热的时候 我是怎么下心地功夫的呢 接下来 我会略微分享一下 当然我做得也不够好 只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早段时间 我回老家的时候 听家里的长辈 说起村里的一个大哥哥 在网上赌博 欠下了上百万 这个大哥哥 以前在外面混得很好 在工厂做管理 在市里买了房 出了这件事以后 老婆闹离婚 父母级的直掉眼泪 换做以前 听到这样的事 我心里肯定会 莫名其妙地窃喜 哈 又一个比我还衰的 现在这种窃喜 已不再强烈 想的更多的是 他一家人 所经受的痛苦 这么一想 反倒希望 他能早点 把这个钱给还上 看到从小玩到大的 小伙伴 要么考上了公务员 要么找了高薪的工作 一开始心里 也会不是滋味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 心量也会慢慢打开 反而希望他们 福报增长 越来越好 有的小伙伴 找了个条件 很好的女朋友 结婚了 有的小伙伴 婚姻美满 心里就会嫉妒 怎么我就找不到 这样的女朋友呢 后面也会慢慢 改变自己的心念 以前是嫉妒 现在是祝福 随喜 跟父母长辈 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以前经常会觉得 父母长辈 实在是太啰嗦了 老是想要我 按他们的一些想法 来做事 真的是讨闲 现在慢慢觉得 家人的啰嗦 其实都是为自己着想 都是为自己好 特别是我父亲 只要我们在一起 就忍不住 对我说难听的话 不是这里怎么样 就是那里怎么样 我经常在想 你就不能多看看 我好的地方吗 甚至还会心生怨恨 老实说我 你自己又怎么样呢 后面才明白 哪怕父亲 是在责骂自己 其实也是恨铁不成钢 希望自己好 对父亲的怨恨 也就慢慢消融 觉得父亲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为我们家 为我付出了太多 慢慢的 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 老是觉得家人 给自己的不够 现在更多的是觉得 自己给家里人的不够 使自己不孝 使自己为这个家庭 做得太少 以前觉得 是父母没及福报 才导致了自己的一些不顺 现在觉得 自己没福报 不是父母的原因 归根结底 是自己的原因 父母没学佛 不懂及福报 不能过于苛责他们 但自己学了佛 就应该多为父母 积累福报 在公司的时候 好几次上厕所 都刚好碰到阿姨 在打扫厕所卫生 心里就忍不住抱怨 这阿姨怎么老是 在这个时候来打扫卫生 但后面 立马意识到了 自己的不对 人家阿姨打扫卫生 是她的职责 也不可能问了 我什么时候 去上厕所后 再挑其他时间 还是应该多点包容 在公司上班 有时候工资不高 事却挺多 难免会觉得 老板剥削人 对公司颇有怨言 后来转念一想 还是自己的福报差 能力差 你不想做可以走啊 所以还是要正视自己的原因 多提升自己 多吉福 记得以前在街上 碰到农民工 清洁工 心里会有点傲慢 觉得他们做的工作不体面 说白了 就是有点嫌弃 看不起他们 后来才发现 自己幼稚的可笑 有什么好傲慢的 说不定很多方面 你还不如人家呢 你有人家赚得多吗 有人家那么健康吗 有人家那么活得踏实吗 以前看到老人 就会觉得他们年老体衰 不中用了 甚至还会很刻薄地 觉得他们占地方 到后面再看到老人 就会祝福他们 健康长寿 随喜赞叹 自己说不定 还没有他们那么长寿呢 看到农民工 也是祝福 再也没有轻慢 说真的 德行如此之薄 自己的福报 还没有他们大呢 一开始学佛的时候 做点微不足道的善事 就觉得自己福报 很大了一样 现在做点善事 不再老是放在心上 也不会觉得 能有多少福报 以前很投机 总在琢磨 做什么善事 才能投入少 回报大 做什么善事 福报才最大 现在更关注自己的心 是否圆满 是否有在真正私利他 生活中碰到不如自己意的事 就容易恼羞成怒 甚至会不受控制地发飙 特别是跟家人相处 心情不好的时候 只要说我两句 就会毫不犹豫地顶回去 家人之间 有谁说我不好 脑袋里立马想的就是 你不也打你哪里不好吗 要么就是 你凭什么说我呢 不要你管我的事 后来才慢慢明白 很多时候 家人说我不好的时候 真的没有冤枉 确实是有不好的地方 现在回头想想 真的要感谢家人 把我的问题指出来 除了他们 谁还犯得着得罪我 指出我身上的毛病呢 现在碰到不如意的事 也慢慢学会了 去接受 去包容 无形中 心量也打开了 当然 这些只是我个人的反攻自省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每个人要下的心地功夫 也不一样 也不是说 每个人这么去做 耳垂都会发热 都会有变化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如果你改了自己的心 哪怕面向上 看不出来什么变化 你的命运 也会越来越好 了凡四讯中说 想千金之产者 定是千金人物 想百金之产者 定是百金人物 一个人改了命 命运不一样了 一定是你的心不一样了 如果你学佛多年 觉得自己跟以前差不多 心也没怎么改 要说改了命 只怕是有点牵强 除非你集了 不为人知的大因德 但大因德可没有那么容易 很多时候 这种机遇可遇不可求 如果你回顾过去 对过去的自己 还比较满意 找不到自己的什么问题 找不到自己损服的地方 找不到自己浮薄的地方 那你基本上 就是一直在原地踏步 你的智慧和福报 一直都没有长进 如果你回顾过去的自己 恨不得扇自己耳光 掐自己大腿 感慨自己以前 怎么这么没福报 怎么这么没智慧 当时自己 怎么会这么想 怎么会这么做 那说明 其实你的福与智慧 在不断增长的 你走在了正确的路上 一定公布唐娟 学佛一年 佛在眼前 学佛两年 佛在大殿 学佛三年 佛在西天 这是很多念佛人 都容易犯的错误 越学越迷惑 越学越愚痴 有太多的人 走形式化 功利化 急功近利 却忘了学佛之根本 是用心 一切福田 不离方寸 从心而密 感无不通 唯有修持清净心 才能与佛菩萨 感应道交 而不是一味的 烧高香 做供养 那感动的 不过是自己 学佛学的是因果和智慧 而不是迷信神通 佛菩萨从来不会以神通视线 度化众生 佛菩萨 再伟大慈悲 也不可能违背你个人的因果 来帮你达成心愿 佛前一拜是忏悔 更是发愿 而不是坐以待毙 坐享其成 坐享佛菩萨加持 万般皆苦 只可自度 唯有你自己能拯救你自己 修行是你自己的事 而佛菩萨是你的引路人 帮你指引解脱的道路 但修行还是要靠你自己 学佛后 出现这五大吉兆 恭喜你 走对路了 一 心越来越清静 烦恼少了 佛说一切法 未度一切心 佛法度人在于度心 心若得不到解脱 哪里都是地狱苦海 心静则智慧生 菩提现 人之所以烦恼重重 苦不堪言 皆因心内 时刻起心动念 心随静转 故而感受无常助苦 若能修持此心 如如不动 不被外境所动 自然梦稳心安 生活中事情再多 也不要执着在心 在心头 起烦恼 过去是杂念 未来是妄想 活在当下 才是智慧 懂得顺随姻缘 不要过于执念 功名利禄 它在给你带来财富的同时 也让你失去了 内心的安闲 与清静 适度 适时放下 借除贪欲心 等不清静杂念 你会感受到 人生最大的福报 不是金钱 而是清静 心经言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灭盘 如果你发现 自己过得知足 安心 无烦忧 心无挂碍 即使学佛走对路了 二 不再贪恨计较 心量大了 《寒山诗》里提到 趁是心中火 能烧功德林 欲行菩萨道 忍辱护真心 在佛教里 趁火被称为无明火 人的脾气上来了 火气上来了 命运就糊了 人生之事十有八九 都是不如人意的 不要动不动 就用脾气解决 那是最愚蠢的行为 一念称心起 百万丈门开 称恨心一生起 人生的障碍 也就接踵而至 做人做事 须羞忍辱 练就一颗 强大的包容心 能容万物 由弥罗佛一般 大度能容 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长笑 笑天下可笑之人 人生心量有多大 路就有多宽 福气就有多深 那么 人说如果遇到恶意伤害 怎么办 昔日寒山 问石德 世间有人欺我 辱我 笑我 亲我 贱我 饿我 如何处之乎 石德曰 只是忍他 让他 由他 耐他 不要理他 再待几年 你且看他 有人伤害你 那是你的因果 而伤害你的人 也自有因果定夺 你只需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人生不要满腹负能量 嗔恨怨恨 这些负能量 最损人的好运 内心磁场不好的人 吸引感召来的 自然也不会是什么好事 佛教也从来不是 消极宿命论 而是积极光明 告别负能量 福报好运自然来 也是学佛正确之路 三 懂得敬畏因果 不再造业 太上感应篇里 开篇就讲到 福祸无门 为人自招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这就是说 人的一切福报 是自己修来的 或是也是自造的 怨不得任何人 这善恶之因果报影 如人的影子一样 时刻跟随在身 行善就是吉德 作恶就是造业 你自己的因果 就是你的命运 如果一个人 整天里烧香拜佛 但是在生活中 依旧恶习不改 恶念丛生 这样的人 再修亿万年 也是愚痴人 不要怪佛菩萨不灵 信仰不欠你什么 应当反思的是你 忏悔的是你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懂得敬畏因果 才能真正知命改命 究竟的改造人生 四 开始做好事了 《易经》上说 极善之家 必有余庆 极不善之家 必有余秧 只有做一个好人 才能得到 佛菩萨的加持 很多人烧香拜佛后 都想知道 自己是否得到了 菩萨的加持 但因为看不到佛菩萨 所以无法知晓 其实要想知道 自己是否得到加持 只需要看一看 自己身上 是否出现了 这三种征兆 当你身上有 这三种征兆时 就证明了 菩萨正在加持你 看看你身上有吗 第一 开始深信因果 很多人并不相信因果 所以他拜佛后 菩萨也不会保佑 因为佛菩萨 只会保佑善良的人 相信因果的人 如果你拜佛后 经常作恶 自然不会得到 菩萨的加持 其实 深信因果 就是菩萨 对你的加持 因为并不是所有人 都有机会 去相信因果 因为你机缘成熟 所以才会相信因果 有一个故事 过去有个人 对菩萨非常虔诚 那人有一次 不小心落水 他相信 观音菩萨 一定会救他 于是 他便祈祷菩萨 来救自己 过了一会儿 突然有人划船经过 可是那人 见划船之人 并不是观音菩萨 所以拒绝上船 最后落水之人 没有上岸 死后 他非常埋怨 观音菩萨 并抱怨说 我对菩萨 如此虔诚 可菩萨 却见死不救 只是 观音菩萨 果然出现了 并来到 那个人的面前 对他说 我已经划船 去救你了 可是你 选择拒绝上船 我也无能为力 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 一个道理 其实佛菩萨 就在我们身边 因为佛菩萨 没有固定的形象 他在度化 不同众生时 会示现出 不同的形象 所以当我们 遇到救命恩人时 要知道 那其实就是菩萨 当我们开始 深信因果时 也要知道 那其实 正是菩萨的加持 五 平安健康 大多数人 去寺庙拜佛后 生活还是跟 往常一样 因此 就开始抱怨 抱怨菩萨 没有保佑你 却不知 菩萨一直 都在加持你 其实平淡的人生 没有疾病和灾祸 就是最大的福报 这世界上 每一秒钟 都有千千万万的众生 失去生命 健康 或遭遇祸事 而你此刻 能够健康地活着 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 这就是福气 平安健康 就是福 慈悲善良 就是福 并不是你的愿望实现了 菩萨就加持你了 而是菩萨加持你了 所以你相信因果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所以你平安 快乐 幸福健康 以上五大吉兆 你身上有吗 有一个 也要恭喜了 希望众生 能够建立正信 不要偏信偏听 走向迷信的极端 人每天都要睡觉 起床 但大家想过 如何把这些时间 利用起来吗 这些时间做点事情 能否给我们带来利益呢 每天从早上醒来开始 到最后晚上睡觉 如何将一天所有的行为 都转为 盗用呢 早上刚刚从梦中醒来 一睁眼睛看到世界的时候 该怎么发愿呢 平时我们从睡眠中 醒过来的时候 都是迷迷糊糊 碎眼朦胧的 既没有观点 也没有发愿 匆匆忙忙洗漱完毕 就赶去上班了 但修行人却不应如此 而应首先意识到 从梦中苏醒过来 类似于从虚幻的境界中 醒过来 从深度睡眠中 突然醒过来 则如同从不知不觉的 无明状态中醒过来 来到眼睛所见的 新世界当中 这与正悟空性 抵达佛的清净煞土 在某种程度上 比较相似 所以我们要发愿 祝愿一切众生 能从无明黑暗中 苏醒过来 最终成就佛的果位 这样 仅仅依靠发愿 就能积累很大的资量 这些机会每天都有 但我们却从来 没有这样发过愿 因为我们不知道 这些方法 所以把机会都浪费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 每一个清晨 虽然一开始不太熟悉 只要坚持一两个星期 就会习惯成自然 以后每次从睡眠中 醒过来的时候 自然而然 就会这样发愿 同时还要发誓 我今天一定要过成 有意义的一天 我今天的生命 一定要做到有价值 意思是说 自己当天一定要根据 自己的能力 尽量行善断恶 闻思修行等等 发两个愿 一个是愿众生 能够从无明中苏醒过来 第二个是要愿自己 一天能够过得 有意义 有价值 这样发完愿以后 你的一天就不一样了 你就会在这种愿力的作用下 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当你开始浪费时间的时候 你心里就会觉得不自在 当你早上起来 听了一会儿佛法 然后就开始聊天 买东西 或者是做一些 没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 你心里面就会发毛 我早上刚刚发完愿 今天我要过个 有意义的生活 我现在在嗑瓜子 聊天 打妄想 又起了贪心 这样的话 你心里面就会觉察到 因为你有这个愿力在 就会监督你的行为 这个愿就会起作用 所以发愿很重要 有些人是这样子的 刚刚发完愿就忘记了 这是愿力太弱 愿力强的人发完愿 他一天都会记得自己发的愿 发完愿这一天当中 要对众生做哪些有意义的事情 尽量把它做好 如果你是个懒散懈怠的人 你就发愿 愿我今天能够精进地修行 不要虚度时光 你每天早上发 发21天以后 你就开始不会懒散 懈怠了 听到了没有 你们懒散懈怠的人 就是这样发愿 每天早上发 发了21天以后 基本上坚持发下去 你每天就不会虚度时光 那么入睡时如何发愿呢 进入睡眠状态 与十地末尾断除包括阿赖耶什在内的一切意识 断除所有念头 进入无念的智慧状态而成佛 也既从十地的最后一个瞬间进入第十一地 也就是佛地比较相似 尤其在佛教的物种起源中讲过 密宗认为 每天从梦中苏醒 经历白天的生活与工作 再到晚上入眠 也是一个轮回 这个24小时的轮回 于无时以来流传至今的大轮回过程完全一样 只是时间较短 只有24小时而已 所以在睡眠之前我们要发愿 愿一切众生都能得到法身的果位 这样发愿以后 就能把入睡的行为转化为菩萨道 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 也和晚上的梦境完全一样 是如幻如梦的 所以有梦瑜伽基础的人 在做梦的时候 也应当发愿 愿一切众生能证悟一切法如幻如梦 在宁玛八的六中音修法 嘎举八的纳洛六法 以及格鲁八的密集金刚等修法中 都有梦瑜伽修法 通过梦瑜伽修法 也能在做梦的初级阶段 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做梦 看到这儿 有佛友可能要问 梦瑜伽修法是什么 怎么修呢 梦瑜伽 承传于藏密瑜伽 最高层次 瑜伽 强调口传心寿 很少外传 非常殊胜珍贵 梦瑜伽既博大精深 又简单易学 睡梦瑜伽的重点是 深入到意识的最深状态 即睡眠定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可以进化我们的心灵 提升精力和创造力 让身心更有活力 具体方法 一 入睡前 每天睡觉前 要先全身放松 放松后 花几分钟的时间 专心思维 等下 进入梦境时 一定要知道自己在做梦 一定要认识到自己 在梦的世界里 这样反复反复地去思维 然后 就不要再想其他的事情 直接进入到睡眠 如果稍微认真一点去做 最晚一个月之内 一定会成功的 有些人可能只需要一两周 就能够在梦中保持清醒 立即就发现自己在做梦 人的意识 他就有这种力量和潜能 就像睡前 非常专注地思维 明天几点起床 到了时间 即便没有闹钟 也一定会醒来 除了梦里 现实生活中 也可以做一些训练 无论在家里 逛商场 大街上 还是在花园 森林 大海边 我们都可以告诉自己 这不是现实 而是梦 经常这样训练 便很快能够在梦中 认识到梦了 二 在梦中 当在梦境之中时 要学会以自己的心愿 转变梦境 也就是睡梦瑜伽中的变梦法 随着变梦能力的提高 就可以更加轻松自如地控制梦境了 下面介绍几种常见的变梦方法 对立物神变法 在梦中梦到火 就变化出水 加以克制 梦到小的物体 将其变化成大的物体 梦到多的物体 将它转化成少的等等 就是变化出梦到物体所对立的物体 加以转换梦境 身形神变法 在梦中 自己具有神通变化 如梦到蛇 就变成金翅鸟 加以克制 梦到妖魔 就变成金刚 加以降服 将自己变化成各种人物 或将自己变成狮 虎 龙 大棚 孔雀 等种种动物 或将自己化为山林 楼房 以及地 水 火 风 等等 总之 在梦中自己具足神通变化 随意变化自身形象 三 醒来后 于早晨起来以后 清晰完整地将梦境回忆起来 使梦不至于散失 忘掉 这样就可以为后面修梦 打下坚实的基础 有些人 虽然做了很多梦 但醒来后 梦境都散失了 忘掉了 一件也想不起来 或者想起来也是断断续续的 连接不上 每天早上从梦中醒来时 专注地思考一下梦里的故事情节 再写下来 平时可以反复温习自己记的梦 这样长期坚持 非常有利于提高控梦的能力 以上便是梦瑜伽简单的休息方法了 在梦瑜伽中知道自己在做梦并不难 意义也不是很大 最关键最重要的是做梦的同时要知道 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也像梦境一样虚幻不实 最后希望大家看了这个视频之后 能够利用起来 早日用此视频提供的方法 积累功德 福报 这样何仇不往生呢 前一时期有个著名的调查 95%以上的中国民营企业家 无法摆脱富不过三代的宿命 只有约10%的子女 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品质 俗话说 富不过三代 穷不过五福 深得其中奥秘者 通过一道测试 既能测出 一个家族继续的最终结局如何 这道题的试卷仅仅是一张餐纸 在使用餐巾纸时 如果一个人把一张餐纸正面用了 然后反面再用 或许是插桌油 或许是擦邪屋 只要能用的不扔 这样的人 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是可以付三代的 相反 有的人用纸 本来一张就行了 但他习惯用好几张 随便用用就扔 这样的人 再多的家产 也付不过三代 西服可以小见大 是不是有珍惜之心 更可看出一个家族的未来 人们有一个共识 一代创业 二代守业 三代好业 四代败业 创业难 守业更难 如果后世没有继承父辈们勤俭持家 吃苦耐劳 艰苦奋斗的精神 反而奢靡浪费 大手大脚 一定会堕入 富不过三代的怪圈 相反 穷不过五福 其实是一个道理 人穷就会有吃苦耐劳 这种精神 在后辈中成绩 五代之内 家族就一定会反思和崛起 一个家族的程序 最关键是斗志 天无一月雨 人无一世穷 官无常贵 民无忠贱 如果一家人 或一个家族的斗志存续 那你一定会风水轮流转 明年到我家 极善根 极福田 就是这种因果相应的道理 拥有感恩心 拥有珍重心 善待祖辈留下来的福报和善心 这叫极善之家 必有余庆 一张参金纸 代表的不是吝财 而是珍惜 更不是守财奴心态 最关键的是要有 祖辈起家时的斗志和习惯 龙树菩萨所提的 集财 守财 失财始终是苦 其实是一种贪心 是对财富挥霍的一种欲望 如果没有这些 就不会有痛苦 一个家族 留给后世 祖孙最宝贵的资产 是精神财富 只有这种财富 才可以永远存留 了凡四讯主张 命自我立 福自己求 前世留下的实体财富 早晚都会用完的 人的命运 其实不是算出来的 每个人的命运 掌控在自己手里 那么福报身后的人 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一 失去后会有另外的补偿 福报身后的人 在失去一些东西 或者吃亏的时候 会得到在其他方面 或者同一方面的补偿 比如 和自己的另一半吵架分手了 很快会遇到一个 更好 更适合的人 公司过节发福利 同事会把好的先挑走了 胜到你手里的 可能没那么好 可能就会出现 有人愿意和你交换 或者公司额外补偿 给你其他的东西 福报会维持一个人的稳定 缺的东西 会更多地补给你 对福报身后的人 才是吃亏是福 其他的人吃亏就是吃亏 二 每次困难的时候 都会有贵人相助 下限很高 福报身后的人身上 几乎不会出现绝境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紧要关头 一定会有外力的助力 贵人相助 有些人可能很倒霉 所有不好的事情 都能遇上 这是命运的下限地 福报身后的人 下限会很高 即使出现重大危机 也会有转机 转危为安 三 面相的眉 眼和人中 福报身后的人 靠近眉心位置的眉毛 两端是散的 但不乱 年纪大了之后 眉心位置的眉毛两端 会容易长出白蚝 人中又深有长 这些也是长寿的表现 眼睛很亮有神 会泛有石青色的光 有些在阴天逆光的时候 可以观察到 前三个福报身后的表现 是天生的 如人的命格 以及祖阴风水有关系 四 能反思自己 不是所有人都会反思自己 有些人只能看到别人的坏处 认为所有一切都是别人的问题 福报身后的人 对自己的反思 更类似于内省 无时无刻都在进行 而且是自发的 从另外的视角 审视自己 看待所发生的事情 平复情绪 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 五 知己 知己是很难的一件事 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 一是能力范畴 知道自己有能力做什么 适合做什么 擅长做什么 也知道自己哪些做不到 哪些是超出了自己能力范围 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 硬要去做 带来的只是灾祸 二是规则范畴 知道自己哪些事情可以做 做了对自己是有利的 也知道哪些事情 即使自己有能力 也不能做 六 专注 福德身后的人 会有更强的专注力 在一件事情上 做十年甚至一生 而且这件事的回报 会超出你的预期 还会给你带来 另外的回报 郑渊杰 中国的童话大王 一生就只是在 给孩子们写童话故事 为了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 存放小读者的来信 在北京房价低的时候 买了十套房 到现在 那些房子 还存放着读者的来信 后三种福报 是可以自修的 和人的心性 经历 思维有关系 福报是现实报 既影响人的心性 也左右现实的表现 在生活中 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出现助力 帮你转危为安 功德不是福德 福德不是福报 很多人会把功德 福德 福报 混为一谈 但他们不是一回事 你见过勤恳善良的人 出世古 去世的吗 你见过吃灾念佛 行善的人 子女全无的吗 功德是自修 是自己内在的心境 和行为上的修行 见性是功 平等是德 念念无智 常见本性真实妙用 名为功德 内心谦下是功 外行与理是德 自性建立万法是功 心体离念是德 不离自性是功 应用无染是德 若密功德法身 但依此做 是真功德 若修功德之心 心计不清 常行普境 心常清人 无我不断 即自无功 心性虚枉不实 即自无德 唯我自大 常清一切故 善知是念念无间是功 心形平直是德 自修性是功 自修身是德 功德须自性内贱 不是布施 供养之所求也 福德是来世报 持五戒 不犯即修实善业道 来世受生于御戒天 获得御戒天之广大天身 成就御戒天身之一属果报 修禅定正量 而成就色界天身之一属果报 布施钱财 既是旧贫 来生得布施的果报 所以 饶富之财 眷属和乐 培植修集这些善业 是明福德 福报是现世报 福报是长远的 来自外界的助力 和自身的稳定 想要吃西瓜 去水里可以吃得到吗 水里只有鱼 没有西瓜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想要什么 就要付出与之相对的行为 改变不了先天的状态 那就改变现在的状态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有福报 想要什么 就要付出与之相对的行为 记住一点 福报自得 现世报 现世求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